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布业绩的波音先升后跌2.9% 成为表现最差的导指成分股 标指曾跌大约0.4% 收市微升1.6% 报5071点 纳指先升近1% 曾跌0.4% 收市微升16点 报15712点 美国3月份内用品定单超预期 美债息反复向上 10年期债息曾经见4.67厘水平 美汇指数上市106点 市场关注星期四和星期五分别会公布的GDP和PCE重榜数据 NVIDIA升2% 到跌超过3% 市场官网META收市后公布业绩 股价早段曾经升超过2% 收市就到跌0.5% 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麦阿里巴巴比港股升0.8% 直算布73.07元 腾讯和美团跌0.2% 京东跌0.4% 网易跌0.6% 百度比本港收市跌0.8% 至于汇丰控股 ADR比本港收市升近1% 直算布65.31% 友邦和港交所跌0.3% 健康跌了0.5% 接着看看今早外围的市况 压泰区股市方面 普遍都向下 其中日本市跌1%以上 日经平均指数37,991点 跌468点 南韩市跌0.8% 报2652点 跌22点 我们可以看这个导致期货 跌51点 报38,629点 至于恒指黑期 待会预示港股初段有机会 要稍税收一收压 因为黑期都要下跌了 黑期在下跌过1% 现在跌40多点 恒指黑期在下跌40多点 跌0.3%左右 暂时港股跌势就不算很多 但是究竟有没有能够继续升 待会也会问Alan 先讲讲外围的情况 因为大家都看着 就是美股收市之后 重磅科技股 Facebook的母企 Meta公布了首季的业绩 顺利倍增 每股盈利4.71美元 收入超过364亿美元 年升2.7亿 大数就比市场预期 公司的前瞻怎么看 Meta预期的第二季的收入 就是介乎365到390亿美元 还有预告会加大AI研发开支 所以今年全年的资本开支 就会是介乎350亿到400亿美元 多过之前的预期减 还预告明年的支出将会更加大 所以可能因为这样的原因 触发了市场忧虑 见到Meta盘后的股价 一度急死了1.9亿 曾经失手过400美元关 可以看之后的跌幅虽然就算轻轻收窄了 但跌势也是强劲的 看看现在的盘后 1.4亿美元左右 这一点其实市场 由于之前可能就要部分的升幅里面都已经消化了 因为Meta其实在美股里面 表现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股份 所以大家如果对于业绩没有什么大幅超预期 或者指引没有一个大幅超预期的话 其实对股价可能不会进一步的帮助 相反如果它的指引或者业绩出现一些意外的时候 可能这个反应会更加负面 因为大家都知道美股这个市场 其实尤其是在这么高位的时候 股价主要都是由盈利的预期所驱动的 即是说你未来的盈利预期越高的话 其实股价的升势会越临厉 但是一旦被人发现 其实你的盈利的预期或者盈利的增长 其实有一定的售硬 或者预期有一定的落差的话 可能大家同一时间反应的时候 就会出现现在这个情况 所有Crown Trade的股份 其实都有这些特性的 就是如果有一些利好消息 或者利好预期的时候 其实都会升得很急 升得很快 很短时间里面 就反映到这个好消息的价值 那坏消息是同样的 就是这个坏消息一旦出现的时候 而这个是之前大家没有预期过的话 也会有一个即时的反应 所以你看到美股就算是这么大 就是MECA这类就是Apple 这类这么大的股份 或者Texer这些 很容易就是单日升跌超过10%以上的 所以这次这个算是一个坏消息 但是你说是不是完全破坏了 大家对于MECA的看法 或者整间企业的前景 会忽然变得暗烂 其实不是的 因为只是一个很小的改变 就是它对于第二季度的盈利预测的 一个为盈利指引的一个下调 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成本上升 就是说其实它的收入那方面 其实没有太大改变 就是说它的收入仍然是维持着之前预期的增长 只是它为AIGC就是AI的研发那方面加大了投资 所以所以导致它今年2024年全年的CAPEX资本开支 就是之前300至370亿 然后上调到350至400亿 所以其实真的多了一点 其实对于盈利的影响也是一个受控的范围 除了是中上游 除了NVIDIA这些做芯片那些 因为你下游不停研发AI不停买芯片的时候 上游NVIDIA那些可能会赚到盘盘盘盘 在应用方面实在没有办法提供一个爆发性的收入增长的话 可能就会影响到未来对于整体的科学股 或者是AI概念的一个估值 但是这件事我相信是未出现的 只是可能有部分的投资者会多了这方面的想法 但是这方面暂时也是缺乏证据 因为在AI应用发展的初期 没有那么快是可以实验到很丰厚的利润 这个大家是可以接受也都可以理解的 至于市场的耐性可以等待到多久呢 这个就暂时只能够进一步观察了 如果说META的股价方面 看有支持位置会有多少 还有还有是不是这些之前那么强的股价 是不是说趁调整还是一个值得吸纳的部署呢 暂时来说我觉得有少少是盘后这个跌势 已经有少少是跌过籠了 即是你想想现在都跌到去 先看看吧 480多 我这里 420元左右的水平 最低就穿过400美元 490多跌到来420多 是的 我先找回一个更新的报价机出来 最低它说399美元的 本身昨晚都还在看穿了500美元之后 可不可以守住 但谁知道现在盘后业职之后就突然走晒 如果是有货位没有货位分别可以怎样部署呢 我想下一步其实它的支持位都应该要落到400附近这些这样的位置 这个就真的是去年11月12月 其实它由一轮就由这个320多急升到上去 就是366、37这些这样的位置 我想就如果你说下一个的支持位都应该是接近去到整数 就是400元附近这些位置 我又不相信会一下就因为这个的指引是弱过预期 那么它会忽然间会穿了400元这些这样的大关 那么就今晚当然再看着 但如果说整体来说META会拖累其他的美股的科技股 以至于整体美股的气氛呢 因为最近其实高位都整固了下来 那么暂时似是是不是差不多整固完还是怎么样 大家都有个疑问究竟会继续向下呢 已经差不多 那么你自己怎么看整体美股的走势呢 整体我觉得是因为META这些都是很个别的 因为如果你说META以外 那么你看Texas 那么其实看来都是公布业绩 那么一个就升十几率 一个就跌十几百分比 那么其实都真的由业绩去主导 其实就不是整个科技股的宏工环境会有什么大的变化 那么其实都是看回自身那个业绩 或者自身那个营运的变化 那么主导它那个方向 那么我想整体美股来说 仍然会一定向下调整的压力 但是调整幅度未必那么大 那么调整压力主要都是来自那个 那个减息预期 出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 那么其实通胀有一个很明显升温的迹象 那么而美国的经济 就是无论是就业的情况 消费的情况 仍然都维持强劲的 所以首先联储局短期里面 的确是没什么必要是减息 那么另一方面 就是如果通胀是有少少死亡而復原的迹象的话 甚至它有机会是掉下来去加息的 虽然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个现实 那么因为现在三点多的通胀 就算去到4也好 而加息率是5.25至5.5 其实足够是触碰到那个通胀率的 那么我不觉得就是会有再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 但是现在市场开始吹这方面的风 所以对于我想股份的价值 或者股值那方面一定会有负面的影响 那么现在市场慢慢消化这方面的因素 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感觉 对于是在这方面的情节上 感觉到这个感觉 我们是在这方面的感觉 有点重力的感觉 像是这样的感觉 无关的了 有点重力的感觉